娱乐圈不拉窗帘惨被拍不哑招的明星 闺房内上演一幕幕激情无马戏 拥抱激吻众多明星深受其害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很多时候 隐私都被挥探 身边狗仔队随时随地跟踪偷拍 由于很多明星粗心大意忘记拉窗帘 就连与情人在家里接吻 做些私人事情都被偷拍下来 然后因不拉窗帘惨被拍不哑招的明星也比比皆是 那么明星亲热时 为什么都不爱不拉窗帘呢 那些阴窗帘被曝光的爱情到底有哪些 风飞复合在公寓内密会被偷拍 乐吉儿和黎明两人的闺房激情照片 也被拍到随之被公布的网上 众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眼前 可还是有很多明星灾了 1月27日晚 狗仔团对风行发布陈鹤和张子轩英文视频 在曝光的视频中 陈鹤与张子轩前后脚进入上海一私人小区 到了晚上司机还为两人送去拌菜 两人开始一起做起饭来 在甜蜜温馨的气氛之下 陈鹤还从背后抱住了张子轩 两人继而忘情拥本起来 视频一出 立刻引发热议 陈鹤好男人形象轰然倒塌 王妃 去年9月 王妃谢兴风附和在公寓密会 足不出户在公寓内缠绵死守的视频 两人一起坐家务 看电视 行到农时更上演身形之稳的动人戏马 谢霆锋不仅回到王妃 位于北京亮马桥的公寓 更过度四天四夜二人世界 董捷 2013年初 董捷潘月明离婚事件曝光 不久董捷便被被拍到在海南 与王大志公寓内积稳 因为董捷还未与潘月明离婚 随之董捷形象跌入谷底 事业已一蹶不振 李嘉欣 2006年 许静亨与李嘉欣热烈 2008年11月份 与李嘉欣结婚 婚前婚后他们俩就经常秀心热 一次旅行时候 李嘉欣与夫窗前级战备 情岛深处窗帘都忘记了拉上 黎明 06年 香港拍到乐吉儿和黎明两人的归房激情照片 照片中火辣大胆的作风 着实让人惊叹 两人在客厅窗前先激吻 他边亲他的嘴边解开胸罩扣还 穿着低胸上衣 顿时变成坦胸 整个人更华坐地上 徒步在他胯下游移 让原本在讲电话的他如全身触电斑 手机也掉到地上 此等剧情在李宅连演三天 期间还发生不时像庸人 被两人怪叫声惊醒 西干黎明说法也就不禁而走 薛凯奇 2010年6月 薛凯奇被拍得在家中穿着T恤底裤的不雅照片 甚至连他母亲一身受其害 报道又指他公主便大发击走房祖明 分手后大受刺激了他于家中自闭 整日犯来张口衣服避体 生活非常颓废